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是在南宁市西乡堂区定顿村 这个村子是南宁市有名的西瓜之乡 沿着这条路我们走过来发现有大面积的西瓜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那么像这么大面积的西瓜烂在地里没有人收获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梁兆明是这片西瓜地的主人 五月下旬他采摘的第一批西瓜卖的是0.35元一斤 等他打算收获第二批的时候 却只能卖到五六分钱一斤了 今年那个椰子死得太早了 凉长雨就完了 长大还有十斤左右这样子 那这个呢现在是 这个才一斤多这样子 今年迅气以来 当地频繁出现强降雨天气 导致瓜藤提前死亡 梁兆明的第二批西瓜没能长够分量 自然卖不上好价钱 计算着卖掉西瓜的收入都不够摘瓜卖瓜的成本 梁兆明任由西瓜烂在了地里 一目的赔了六百块 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 往年都是收三四次 尽管这批西瓜赔了钱 梁兆明还是打算种第二季 再赌一把 进入六月份以后呢 南宁周边的西瓜呢 进入了它采摘收获的收尾阶段 很多农民呢看到价钱不好 就放弃了地里的西瓜 但是呢我们打听到今天 定顿村的梁大叔家里要进行摘瓜卖瓜 那今年它的西瓜长得怎么样 能不能卖上好价钱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梁大叔 今天才几亩 今天要采的要多了 这就采基本上都是一百亩地 梁松臣种西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年年都种黑美人 今天是他第二批西瓜采摘 西瓜的品质让他很无奈 那这个呢 这怎么了 下雨多了 影响就是这样了 那个瓜就烂 这是被水泡了是吧 嗯 这是被水泡了 这有几间 这个也是六斤多了 以上了 这个感觉熟了 还挺好的 熟就是熟 全都都是积水 黑黑的了 有积水了是吧 嗯 这个呢 也全都是黑黑的 这个占了百分六十以上 从这片地 到后面那个地 看过去 全都都是烂烂烂瓜 梁大叔告诉记者 西瓜卖不上好价钱 但成本却逐年增加 土地流转费 瓜苗 人工肥料等投入加起来 每亩地的成本有1690元 按照正常年份 平均四千斤的亩产计算 只有西瓜平均价格 达到美金0.5元时 才能勉强赚点钱 然而多轮强向雨天气 导致西瓜减产十分严重 一亩地减产 三千斤以上 一般我们种的西瓜就来 四四千斤 亏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梁大叔卖的第一批西瓜 价格是0.35元一斤 按照今年一千斤左右的 亩产计算 收入约350元 每亩地赔1340元 尽管如此 为了减少损失 梁大叔还是硬着头皮 采摘剩下的西瓜 本来打个机 卖多少钱就多少钱了 挑选好的西瓜 工人们要用便单 从地里挑到车上 在炎炎夏日 装车是一项极为辛苦的工作 放下我试着 来 我试着 你能开玩 怎么想 这边啊 可以吗 可以 能行 哎呀 正确 哎呀 正确 凉硕 小心 别摔了 你看 你借一下 借一下 这一袋多少斤 五百二斤 有一袋西瓜 一百二十多斤 你们得 你们得 来回挑多少蛋 来回来回 就装那个车满 感觉那个尖特别疼 可见这个西瓜 从种植到长成西瓜 再到市场 再到我们的餐桌 要经历多少 辛勤的付出 正当大家忙着装车的时候 梁大叔的侄子带回一个收西瓜的经纪人 这让梁大叔喜出望望 好 来来 赶快来呀 看快 怎么样 看着经纪人一直在挑自己西瓜的毛病 梁大叔心里很着急 最终 两人对于彼此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摊牌 两码得不得 两码不得 一码五 卖得就要 卖不得 我就从车回去 生意不成 人意在 下次我来帮你要得了 拜拜 就不要了 不要了 现在老板不要 就拿回市场去卖 我们现在来到了梁大叔所说的市场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热 有三十六七度的样子 然后梁大叔跟他的四个工人 摘了大约四个小时 摘了满满的一车西瓜 应该有多少斤 说 应该有八千斤 八千斤西瓜 那么梁大叔所说的这个市场 其实就是当地车流量比较多的一条道路 据说西瓜多的时候能堵上好几公里 今天我们看到收西瓜的人不是太多 不知道大叔的西瓜能不能卖出去 车一停下 陆续有经纪人过来看瓜 但是给的价格都难以达到梁大叔的预期 这都是三百块左右的 这一车三百块 有点便宜嘛 我们这八千斤呢 八千是怎么样 一毛钱 刚才我们在家里一毛五都没卖 与经纪人交谈的过程中 记者进一步了解西瓜不好卖的原因 南宁种植的西瓜主要在广西和广东销售 多轮强降雨不仅影响西瓜品质 也给消费市场带来影响 天气又才有人吃西瓜 天气上雨冷了 人家都不吃西瓜 收瓜客商少 导致西瓜卖不动 这也反映了销售途径的单一 在当地种植的西瓜成熟后 大家都拉到这种自发形成的市场进行交易 由于西瓜的保质期较短 即便价格低 也要尽快把西瓜卖出去 其实不止今年的西瓜赔钱 在当地西瓜行情已经连续三年低迷 以南宁周边西瓜集中上市的高峰期价格为例 2014年平均在美金0.4元左右 2015年平均在美金0.3元左右 2016年平均价格在美金0.35元左右 都不能达到保底的美金0.5元的价格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都是一起种 然后一起出来 一熟加加到熟 一不熟 谁没有瓜卖 太麻木了 没有政府有部门出来 就是人大农民 他们都是蜂拥而上 为了抢枣上市 大部分农民选择在过完年2月中旬种植西瓜 大量西瓜扎堆上市 拉低了价格 等了两个小时的梁大叔 仍没能把西瓜卖掉 无奈之下 他拨打了上午去看瓜的经纪人 农树科的电话 最终还是以美金0.15元的价格 卖给了他 极端天气 销售方式和扎堆上市等因素 导致瓜渐伤农 在当地一些头脑灵活的西瓜种植户 已经试着改变原有的种植方式和结构 邓永志在扶水县种了300亩的西瓜 他错开2月中旬抢种西瓜的高峰 选择在3月底种西瓜 南宁大部分西瓜采摘收尾的阶段 他的西瓜却刚开始收获 今天老邓的西瓜卖0.5元一斤 这样的好价钱却令他后悔不已 老邓西瓜管理的好 长成的西瓜重量个个在10斤以上 不仅如此 他还把西瓜套种在香蕉地里 降低了西瓜种植的风险 我收了西瓜就准备收香蕉了 他们如果净种那个西瓜的话 他们的成本比我起码高出1000块这样 对于西瓜的种植老邓有自己的策略 那么普通农民是怎么判断和决策的呢 一体种 种就一体种 反正人家种什么就一体种这样子 农民种西瓜不赚钱 改种附加值更高的水果是否可行呢 能挂到94果 这笔果他们采摘完 它上一批就开花出来了 种植大户陆才明把火龙果和芒果 种进了原来的西瓜地里 盛产期 火龙果和芒果每亩分别能有 三万元和五千元的利润 那么普通农民能够改种这一类水果吗 这个芒果跟火龙果 我们这里没有种过 没有经验 我们这个地方没什么 没小物 种出来的那个芒果 那个质量啊 比不过人家 资金 种植技术和销路 都是制约农民改种的因素 眼看又到种第二季西瓜的时节 农民们都有哪些打算呢 准备离地又开始种第二季西瓜 开种西瓜 那不然我们低空着 怎么不知道种什么 明年不知道人家种 我们也种 只能改种蔬菜了 希望政府能有缘出来 给那个农民有效的引导他们 雨多添凉 吃的少了 这算是西瓜制销 需求侧方面的原因 产量高 品种单一 扎堆上市 这是西瓜制销供给侧方面的原因 同样的西瓜 有的人年年赔钱 年年原样照重 有的人改换品种 错峰上市依然赚钱 种西瓜不变花样 是赚不到钱的 但西瓜的供给侧改革 要信息 要技术 要投资 还要胆量 这些资源从哪里来呢 有的需要政府帮助 开拓来源 有的可以用合作社等基源 更重要的是 农民要下决心 学习新本领 能力越大的新农民 才会有更多的市场机会 欢迎回来 当下正是吃杏的时候 市面上的各种杏 黄的白的 大的小的 甜的酸的 随处可见 可是河南新密的种植户们 看着满树的黄杏 却是开心不起来 任凭满枝熟透的果实 落在地上烂掉 心疼却有无可奈何 这是怎么回事呢 河南省新密市白寨镇 游方村有600多亩杏树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卖性的活就落在留守的老人和妇女身上 相比其他村民家 周大娘家的情况更让人同情 66岁的老伴丧失劳动能力 每天必须有人照看 不懂得用网络 也没有车辆到远处销售 家里的病人需要实时照顾 脱不开身 周大娘只能等着顾客上门 自己每天摘一些 放在果园门口卖 就像现在呢 咱们看到这个地上呢 可以说是落满了杏 而这些杏呢 基本上都是被前几天的一场大雨所打落的 这虽然是已经掉到地上的杏呢 但是品相呢 依然不错 刚才呢 毕竟我们尝了一下 味道呢 也是非常的香甜 但是这些杏呢 一旦落地之后 基本上也就没有了什么经济价值 看到周大娘一家的窘境 村里好心的街坊就来帮忙 但是自家园也同样有成熟的性等着人摘 街坊们也只能有一时没一时的来帮着摘果子 得知周大娘家的困难情况 很多爱心人士自发组织购买了他家几千斤的杏 并帮助他找销路 这今年吧 你看杏看着是大丰收了 但是又没有劳动力来采摘 就是觉得能帮了 大家都帮帮吧 目前那里的村民还有将近七万斤的黄杏 没有卖出去 河南新密周边的观众可以帮助一下这些村民 直接到村里买点新鲜的信 屏幕下方有他们的电话联系方式 希望村民们能够减少损失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农民工的身体健康 天气热了 我们要给在户外工作的农民工兄弟更多的关爱 前不久呢 湖南诸州的一位油漆工干活的时候渴了 没想到喝下去的液体险些要了他的命 今年53岁的马橘林是湖南省 姐姐告诉记者事发当天 马橘林正对住宅小区的墙壁进行粉刷 因为工作需要他用矿泉水瓶兑好了一瓶西施剂 出事时他不慎将西施剂当水给喝了 据了解 尤其西施剂通常用于工程外墙粉刷 一旦吸入人体有很强的毒性 重则丧命 更何况马大哥是直接当水喝下去的 医生介绍 如果务实西施剂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洗胃 而马橘林之所以命悬一线 与耽误了送医时间有关 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喝下的油漆西施剂量太大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 重症肌无力患者 十几年前的一部电视剧《过把引》 让不少人知道了重症肌无力这种疾病 剧中的男主人公开车挂不上挡 手拿不起杯子 最终因为重症肌无力而死亡 作为一种罕见病 许多地区都缺乏对他的认识和了解 治疗的费用也相当昂贵 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的患者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近几年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群体 开始关注重症肌无力 这也给患者们带来了希望 重症肌无力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 所引起的罕见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近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罕见病工作委员会 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主办等 2016第二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开幕式在北京召开 目前我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大约65万人 万济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万济华家住新疆忽图避险 因为地区偏远 医疗设施落后 万济华和家人跑遍了当地的医院 也没有得到确诊 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了解情况后 及时来到新疆 帮助万济华得到确诊 并向当地医院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案 经过两年的治疗 万济华慢慢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我国偏远地区和农村 因为不了解重症肌无力这种疾病 许多人的病情一拖再拖 不断恶化 农村的病人他得了这个病 他不知道 因为这个病他专业性比较强 一般的县医院的医生 他不断了解这种病的情况 所以在农村往往拖上了几个月 然后才来到城市的大医院 才最后确诊是这个病 在此次大会上 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 启动了爱立网项目 通过建立线上教育平台与手机移动端 为患者和偏远地区的医生 提供疾病相关的医疗咨询 线上课堂等健康教育服务 让更多的患者得到合理的治疗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三农时讯 6月13日由国家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等单位主办的大型系列主题公益活动 绿色中国行走进美丽七台河 即百名公益明星助推绿色产品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以关注全民健康助推绿色产品 由你由我为主题的全新公益活动宣布正式启动 李双江 刘远远 于兰等绿色中国百名工艺明星 助推绿色产品推广大使宣读了倡议书 旨在号召广大民众关注全民健康 了解并支持友谊人体的绿色产品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来得更多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 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龙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